5月29号 话剧《活着》在杭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《话剧《活着》由著名戏剧导演孟金辉指导黄博源泉主演 演员黄博扮演福贵一角 黄博坦言 尽管自己素来已扮演小人物剑场 但是出演这样一部经典大作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好在《话剧《活着》其实并不是黄博话剧首秀 他坦言在自己演技尚不成熟之时 就有过一次舞台剧的玩票经历 下一次参与的那个作品也是大家尝到一块 不然咱们就说起来就跟我们一块就做了那个一个 我当时的那个这个发布会的那个 我的态度跟余霸老师今天说的一样 我就是这个有人写完了以后 然后有人倒我就会讲 好坏 跟我没有关系 这次同样 这次同样 与人心内地有利严斯达综合完